你好 我是馬倩慧 下午三點之後 我們要來關心的是 高雄市議長許坤元促世 在第一時間 桃園市議員王浩宇 在臉書上發文 被網友砲轟冷血消費死者 即使他刪文道歉官服務處 還是難憑眾怒 因此公民黨桃園市議員 沾江村在今天中午率領支持者 前往王浩宇的服務處 淡喜結果爆發衝突 而在剛剛的一個衝突現場 還有這個杏仁哥 那麼杏仁哥一度被警方架走 剛剛情況是一陣混亂 而目前在我們的線上 就是杏仁哥 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剛剛的情況嗎 警察為什麼要把你帶走 好 現場的訊號很明顯有問題 我們稍後隨時再跟這個杏仁哥連線 好 那麼另外來關注的就是 這個是村長 也就是桃園市議員沾江村 在今天中午的時候 就帶著支持者 前往王浩宇的服務處 當然現場也爆發了混亂衝突 我們立刻交給嚴峻宇 一起來關心 好 主要觀眾不滿王浩宇消費死去的 高雄市議長許坤源 桃園市議員沾江村 是號召群眾 在今天下午1點要包圍王浩宇的服務處 韓本杏仁哥的位置 是特別連列北上聲援 而在場民眾看到杏仁哥一行到場 情緒是十分的高漲 隨即向服務處來砸雞蛋表達抗議 然而得知有民眾前來包圍抗議 擔心失控王浩宇的服務處一早 當地警方就派出了大量的員警 到現場來維持秩序 可以看到一看到民眾丟雞蛋 警方隨即上前以盤查身份為由 多名警員架著民眾的方式 把民眾給一一撤離現場 包括杏仁哥在內 從畫面可以看得到 杏仁哥在被警方架走的時候 以後他是非常的不服 四肢是不斷的揮動著 認為自己是沒有問題的 反而是警方執法過當 而現場民眾看到杏仁哥 這樣被警方給無力的架走 情緒也是非常的激動 而且是非常的生氣 那麼事實上 原本這樣活動是定在下午一點 沒想到杏仁哥提早來到 民眾的情緒再也壓抑不住 因此對著這個扶出來 丟雞蛋的行動提前曝光 而隨後 沾江春到場發現這樣的一個情形 也決定了 號召群眾 改往王浩宇在桃園的違法農舍 進行包圍抗議 以上是我們一張訊息 把時間還給台北 而杏仁哥指控是議員王浩宇 淪為政治打手 他喊出要罷免他 議員 帶同來的 為民服務 對 他落入了政治的打手 所以我告訴各位 像這一種議員 我們要罷免他 也是趕快要回同一頓 對 對 罷免他是憲法 賦予我們的權利 今天 我們大家一定要重提來 把王浩那個渣子 給罷免 好不好 好 現在的我們有 同一搞王浩 罷免的 嘉義 嘉義 好 另外在高雄的人舞阿虹 我們今天也來到了抗議現場 所以現在在我們 跟我們線上一起的 有人舞阿虹 還有姓仁哥 兩位你好 跟我們講一下 在今天的一個現場狀況 讓你們最為不滿的是什麼 還有警察剛剛 為什麼要帶走姓仁哥 他是犯了哪條法 他說 我們 司控丟王浩宇雞蛋 我們今天丟雞蛋 我認為這個是算理性的 因為我們的議長 在我們高雄的心目中 他的地位是相當的重的 他的服務 他的做人 令我們肯定 但是王浩宇 他在臉書消費我們的議長 以及還有民進黨 許多的網軍也好 支持民進黨的網軍也好 不斷的說我們議長是黑道 這樣的抹黑還是用民進黨 不是說你黑道 你就是流氓 我們覺得我們有約要生一定要到 王浩宇的服務處 來跟他討個公道 身為一個民意代表 不是為民服務 而是落入政治的打手 所以我們不滿 我們要罷免他 這絕對不是結束 只是一個新的開始 我希望王浩宇可以出來 向我們道歉 今天你的訴求很簡單 王浩宇大議員 你必須要出來 向我們議長的家屬 心中的公開會這個 你身為投影中立的議員 在我們議長出事的時候 你來講這些話 你感到又是人 你今天你如果不出來公開投票 別人我沒有要說 我絕對和你沒完沒了 臺灣 竟然有這個 建議的不入流 不入責議員 進這個社會是怎麼做 因為我們的議長執事 令我們相當的不捨 最後一句話 還是說這個社會 已經沒有社會 沒有人在做什麼 我們的心情跟他一樣 因為我們政治的構陣 使得我們又失去了一個 我們敬愛的議長 這個公告我們一定要要回來 我們也希望 我們民主國家一定要有是非 我們的媒體 很多媒體 還有網軍 以及我們的司法 都沒有辦法站在我們人民這邊 我們發露了 問題是現在王浩宇 他已經在第一時間三文也道歉了 但你們覺得不夠 就是一定要吹勉公開道歉 他公開道歉之後 你們就不會喊罷免了嗎 還是要繼續罷到底 他要親自 我的要求他要親自到高雄 林堂 林堂 對我們議長的加速的遺孫 公開 不是在媒體 這樣說一說的 他要親信 親信 這種的議事相愛是非常地大 這種的議事相愛非常非常地大 所以說因為這樣我們的憤怒 因為這樣我們的不滿 因為這樣 我們對這個社會已經提醒 因為這樣我們對這些民意代表 三心無心臨 所以我們這一次站出來 絕對不是最後一次 只是新的開始 我們要討個公平正義 我們要公道 我們要正義 我們不要再被民進黨這樣雙重標準 真的我們憤怒了我們告白條 我希望王浩宇你親自到高雄來 來跟我們的議長下跪道歉 因為王浩宇我告訴你 今天我們兩個兄弟會到桃園來 這是因為真的受不了了 你不是第一次在網路上發言 不是 你不斷的不斷的在攻擊我們 我們真的罷定你了 罷定你了 注意中立的百姓庶民們 你們要不要再繼續留這種 不及格的議員 由你們自己決定 我們高雄人 你們是在地人 希望你們做出你們正確的決定 我們只能這樣說 好 那麼今天中午率眾 到這個桃園市議員王浩宇的服務處 抗議的主要是我們桃園市議員村長 山江村 那麼村長現在正在線上 所以目前你們主要的訴求就是 最終目的就是要罷免掉這個王浩宇嗎 那麼剛剛我們聽到信任歌人物阿雄說 也希望他能夠來到高雄臨堂 能向這個許崑源議長指癌 王浩宇他在多次的對於亡固者 在他們的家屬身上撒人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那之前八百壯士 我們有一位官校的學長 在抗爭過程中墜樓身亡 他也是一樣發文 酸說八百減一等於七九九 那在之前我們的老長官 我們的郝伯村前參謀總長 因為病故 他也是一樣發言說 在臉書上面PO文說 這個米蟲死了以後比較省錢 這些都是天路人怨不應該留的這些留言 讓沒有全世界我相信沒有人能夠接受 這樣的一個行徑 那這一次在我們的許議長 也是這個因故身亡之後 他也是馬上在臉書上面發文 來酸我們的前議長 這個讓我們已經可以說沒有辦法再忍受 長期以來王浩宇在臉書為了衝個人的聲量 這樣子在所有的這幾個傷亡者的身上 繼續在他們的家屬身上 哀傷的這種痛苦上面撒鹽 所以今天我們就發起了 到王浩宇的服務處來出征 那王浩宇或許他錯以為說 這一些很多都是外地人來的 其實今天真正從外地來的 除了就是姓仁哥 仁武 阿虹 他們因為對於他們當地他們議長的這個身故 然後被霸凌他非常的不捨 所以過來聲嚴我們 其實整個現場我們都有調查 通通都是中立人都是當地人 那當時他們在之前就已經有在臉書上面 發起罷免報告 現場大概有多少人呢今天村長 現場大概有多少人 現場應該是大概一兩千人吧 因為陸陸續續有幾隊的人馬 一直在聚集過來 因為都是附近的住戶 那這些人我們也都做的飼料 當然做飼料他們住哪裡 他們也都很清楚的說出他們的道路名稱 後來我們從他的服務處 我們用行軍的方式走到他的豪宅 他在桃園有一個農地違法蓋的農舍 而且他這農舍當初申請的時候 他還在繼續的每年在違章擴建 這個都是在法令上所不容許的 那所以這個當我們現場也在希望說 市政府能夠依照桃園 所有這些農地豪宅的拆遷方法 他必須要給民眾一個交代 照我們桃園的方式 他是每一次的違規每個月都要逐月開罰 每個月罰六萬 但是王浩宇他竟然從頭到尾只罰過一筆的六萬塊 接下來他就排在7萬個違章的最後面 而我們桃園一天拆違章只差一個到兩個 也就是說7萬天以後才有可能排到 王浩宇的農舍豪宅的拆遷 但是如果你要7萬天才拆沒關係 那麼請你每個月逐月罰六萬連續開罰 桃園市政府不要因為加入民進黨 就取得附身符 這一點我們希望鄭文燦 你必須要出面出來給社會大眾一個解釋跟說明 是村長那你們接下來對於王浩宇這個部分話 要怎麼做呢 就是罷免朝這個目的一路往下走嗎 罷免王浩宇他在地方上 事實上就早就跨越黨派有一個臉書 有一個社團叫做罷免王浩宇 大家可以搜尋臉書罷免王浩宇 因為王浩宇他在剛剛議員的時候 很多這個幫堂的行徑 已經惹怒很多地方上的這個所有的民眾 所以這個罷免王浩宇的這個粉專 他是跨黨派的 他們本來就已經有成立這個社團 那今天他再次的惹怒 所有的人他在王者身上撒鹽 更是激起了群情激憤 我在第一時間王浩宇他的PO文在酸我們前議長的時候 可以在這邊告訴大家 打電話給我的是民進黨的資深議員 直接打電話給我 告訴我說他這一次他看不下去了 他支持我們出征王浩宇 支持我們罷免王浩宇 這是民進黨議員跟我們站在一起的 雖然王浩宇身為民進黨 但是民進黨很多議員也都已經看不下去了 我們在議會上一屆王浩宇他PO的地方自治史 成立以來第一個一屆被提五次的紀律委員會 而且通通都通過 這些提紀律委員會懲處的聯署的這些議員 包括跨黨派五黨籍民進黨 通通都有連署 所以王浩宇他已經是做到天路人怨 民眾黨也得罪 時代力量也得罪 民進黨也得罪 他這一次被罷免的機率非常的高 我們這邊也鼓勵所有的年輕人 如果你的戶籍設在桃園 你要回來投票 罷免王浩宇那一天 我們會提供孝順媽媽補助車票 孝順媽媽補助車票方案 鼓勵所有的年輕人回來投票 我們補助車馬會 補助車馬會 好村長 當然罷免是每一個人可以行使的權利 但是尤其在罷涵案過關之後 現在整個的社會氛圍 因為畢竟還是有一群像韓國瑜的支持者 這些人的情緒要安撫吧 所以你身為公眾人物 尤其在帶領這些群眾 像在今天中午衝撞王浩宇的服務處現場 你在這方面的情緒上的 支持者情緒上的拿捏 是不是也要特別小心 格外要留意啊 因為我們也不希望社會 持續的這樣對立計畫下去 當然今天我們罷免 最主要今天我們是出征的 罷免其實是另外一個團體發起 我們是出征王浩宇的辦公室 但是過程中我們都有一再的呼籲 而且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 我們的這一些 今天出來走上街頭 出來出征王浩宇的所有的群眾 也都符合到我們的要求 完全都沒有特別的 違法的辦計的這些行為 那麼比如說我們一開始 我們就告訴大家 你可以帶雞蛋 你可以帶水球 你可以砸像王浩宇的招牌 王浩宇的鐵門 但是你不可以碰撞警察 也不可以期待 比如油漆或者其他可能會傷及他人的 這一些抗議的這些物品 那今天會有這個零星的這個 所謂的拉扯 最主要是因為在丟雞蛋的過程中 那麼警察用手去拉丟雞蛋的人的這個手 所以才會引起這些拉扯 但是我們依然並沒有跟警察推舉 而是在拉扯 那在拉扯過程中 因為警察他有噴這個辣椒水 所以這個你知道人被噴到辣椒水 以後他會掙扎 所以這個過程中有掙扎 有警察拉扯掙扎 但是都在我們的理性控制範圍內 我們今天所有的人我們非常的理性 而且我們將來 我們在今天也跟大家上了一個財經課 如何農地變建地 如何農地蓋豪宅 教大家如何來理財 今天王浩宇是如何在桃園的龍舍 可以變建地 那我們也發起端午節中秋節 我們有事沒事 就來去王浩宇他們家前面的這個龍舍 這個來欣賞一下大自然的風景 來這邊來烤烤肉 來提醒一下市政府 將農地能夠還給大自然 將農地還給大自然 將這個違法的龍舍能夠盡早拆除